为了让秀林湘同门村的部落被看见 去年是以光阴之声为主题的山谷音乐节 今年以辽园两个字邀请民众聆听 缭绕在山谷和草原之中的旋律 除了邀请同门部落齐老 妇女青年歌唱 也聚集了原住民族的表演艺术团队 新生代歌手还有金曲歌手等 带来了许多精彩的歌曲 被山谷和草原围绕的音乐和事集 2023山谷音乐节辽园 16日在花莲县秀林湘同门部落举办 今年转移阵地 来到部落木瓜西幼岸大祭场 除了邀请同门部落齐老妇女青年 也聚集原住民表演艺术团队 新生代歌手等 带来各部落的传唱歌谣 与传统流行结合的歌曲 场地更辽阔 从白天到晚上 也让声音和气氛更原汁原味 希望下一届我们三谷 我们的编制跟我们的设备可以更好 然后更多人一起来支持三谷音乐节 好不好 真的前两年 我来参加过一次 然后非常感动 那感动的地方是东东 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然后化成他的这个行动 我觉得每一个年轻人都是这样 想归想 但是用你的行动来证明你的想法 那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也是祖先交给我们的 我们一起来加油好不好 我这个礼物送给他好不好 这个作者就是派纪录片的那个 他所写的 然后这本书都是英文 你不会的时候问我啊 你好像也不是很会啦 好啦 现在我们献给那个东东好不好 他很勇敢很勇敢 非常厉害的意思 过去同门春让人耳熟能详的 除了同门刀 就是木骨木鱼自然生态廊道 为了让秀林湘同门春部落被看见 主办单位而入创作艺术工僚 在原住民主委员会指导下 连续第四年筹办山谷音乐和市集 前几届由金曲歌手阿宝阿琳参与 今年有金曲原名歌手桑布依献唱 更邀请Mazuka担任年度大使 一年又一年吸引许多民众慕名而来 且慢借此翻转方式 让更多外地民众进到花莲的部落 更深切认识花莲的文化和产业 记者长方艳绣林湘报导